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tbo公民新聞報 有位雲林的年輕人 他原本打算回家鄉務農 但他發現六親對家鄉土地的危害 問題不少 因此他決定改辦報和舉辦說明會 雖然有許多人對他的作為並不支持 也不大認同他 但是他希望透過自己 一點一滴的努力 讓更多人 可以更關心污染的問題 也讓家鄉的土地可以有 慢慢變乾淨的一天 原本打算返鄉務農的雲林 在地子弟吳松林 回到家鄉後 才意外發現雲林污染嚴重 便創立自從六親來了電子報 傳遞環保訊息 那後來才發現那個六親污染嚴重 那就是說那個時候就開始去追蹤很多報道 然後發現那個都被六親污染有關 所以才開始創立這個電子報 那只有透過人跟人面對面的人際溝通 跟人際傳播 那他才是有影響力的 吳松林與東海大學學生江上籤等電子報成員 對於在地環保議題一不容辭 選擇全職和休學投入電子報工作 大一下學期的時候 也有來這邊參與公投掃護 就是進少是有教育美的公投掃護 然後就之後就覺得做這件事情很有意義 很有政治的參與性 所以才會來這邊工作 父親比較反對 媽媽是還好 就會覺得賺這麼少錢 你到底在幹嘛這樣 就是覺得你這樣沒前途之類的 沒有人脈基礎的成員 在傳統的鄉鎮難以宣傳 除了透過宣講及發放 從單的方式之外 也透過一般公投的方式 傳遞環保訊息 雖然雲林能夠真正遠離污染的日子 還是遙遙無奇 但電子報的成員還是相信 只有持續經營 未來才有真正乾淨的家園 綠島擁有美麗的海洋風光 許多熱帶海洋的魚類 以及豐富的珊瑚礁生態 吸引許多民眾從各地前來參與二零一五 綠島海上常湧的活動 透過公民記者在海上的紀錄報導 帶您去感受活動的盛況 是全世界公認最美麗的海灣 綠島市最美麗的海灣潛水地點 我們這邊出去的話 這也是中寮港 中寮港也是非常的棒 出去以後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浮潛區域 我們今天的柴口區 柴口區港嘴出去以後 我們向右轉沿著柴口區出去 那是一個浮潛地點 裡面有非常多的熱帶魚種 跟珊瑚礁岩區 也是日本人最喜歡來這邊 潛水跟浮潛的位置 第一次覺得很棒 海上午餐耶 小黃瓜帶到五條 你也太帥了吧